很多学员会讨论一件事叫做 我觉得我有拖延症 很多学员会跟我讨论拖延症这件事情 那通常你会跟他们沟通一件事就是 你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吗 因为通常大部分的拖延症 不是来自于时间的问题 或者是能力的问题 是来自于他其实表意识都知道他应该要去做 可是他的潜意识真的很不想做 对 他就会有一个拉扯 他就会有一个严重拉扯的状态 所以每个人他觉得要去做 然后那个潜意识就会拉住他不去 要去做就拉住他不去 所以拖延症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你潜意识跟我们想要做这个事 所以在厘清目标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这样厘清完之后 就像刚刚提到的再次哦 就是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当你要完成这个目标 会在什么样的环境 那因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你达成这个目标 那再来 你来说 为什么达成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那再来就是当你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会怎么定义你自己下标签自己 那最后才是 关于这个目标如果做到 对你有什么好的印象或不好的印象 那对你身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印象 那其实这样子走一轮啊 我们就会有两个很明显的发生 有些人走完之后就觉得 对我好想做这个哦 我更有动力跟觉醒了 对 有些人走完之后会觉得 看我这机制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对